字幕字幕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安安 聲音好嗎 裝甲王國 大聲安安 聲音嗎 裝甲王國 字幕 李宗盛 好 可以喔 抱歉我剛剛在弄的大概也是 這個有點複雜 嗨 另一見快樂 你應該在澎湖齁 希望另一加油 我剛剛做了一件很 算了不起的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年夜你在公司 我啊 我特別來開播啊 公司比較chill 順便來看一下寶寶這樣 這個以前齁 這個Mac跟 跟Windows的直播 用OBS有很大的差異 因為Mac就是GY嘛 所以它如果要 能讓一台電腦 將不同的音源 放到OBS裡面齁 需要 需要下載一些外掛 啊結果用的外掛咧 它已經沒有更新 而且它不支援M1 所以為了M1咧 就有人開發了新的 音效系統來整合音源輸出 所以我剛剛在做這件事 然後搞定了 耶 等於說以後我可以放配樂 放聲音 不用只有麥克風這樣子 我來公司 只是來直播啦 沒有什麼加不加心 晚餐我還沒吃耶 今天 下午太晚吃 開直播吃便當 也沒有食慾這樣 反正我搞定了 好開心 等一下你們今天 保證來看今天直播的有福 齁 我有準備 小彩蛋給你們 齁 好那我們就來聊 這一週的東西齁 等一下齁 然後現在非常的充裕 時間很寬容 我們可以慢慢聊 好玩玩 等一下回去再繼續打電動直播 齁 過年就是這麽快樂 好首先是這個 最近看的片 大家可以看齁 過年之前講過很多齁 想要看片 不知道看什麽 可以看之前的直播 那我們今天講一點新的齁 首先是這個 最近很夯的這個 PeaceMaker齁 真的蠻好看的 這個詹姆斯剛恩自己寫的 我真的蠻愛他的音樂 然後他的裡面的非常的政治不正確 然後非常多搞笑 然後非常的爽啊 整個說和平死者是一部非常爽的片 有非常多的歧視跟不正確 讓我看的一直笑呵呵 而且音樂真的都非常的好聽 而且裡面每一個角色的刻畫 跟像PeaceMaker的爸爸都超帥 如果大家過年無聊可以看看和平死者 我跟老闆覺得他可能比黑袍救察隊 還要更暴力齁 更讚齁 真的很愛 那HBO如果訂的話 就可以看看這一部跟 Watchman都不錯印記啦 如果你特別要看PeaceMaker的話 那另外一部就是 最近不知道找就找片看嘛 然後就看了這個 永田大豆子與三個前夫 這個日劇大概已經快一年了 那之前都沒時間看 最近看 感覺是一部蠻值得細細品味的一部片 就是講一個 在日本比較 事實上社會不太能結束 就是前夫很多這件事情 他一個人 單親媽媽 然後有三個前夫的故事 然後他們之間的 悲歡離合 然後還有對於人生的故事 其實裡面每一段都有一些 很令人值得醒思的東西 或是說他裡面的 比如說還有一段在講說 什麼時候 我們之間已經算結束了 那女生就說 其實從 我想一下那段怎麼講 那段蠻感人 那段怎麼說 從 忘記意思就是 這個真的有點忘了 好像就是放 從說出哪一句話還是放下的 開始 就是這個 面對就 反正我忘記 反正就是裡面有很多話 其實 對於這個 我們這個三四十歲的年紀來說 在各種感情上面 他 為什麼會失去 為什麼我們又可以相處 為什麼我們又繼續努力的面對 未來 我覺得這部片裡面 其實有蠻多蠻值得 省思的話語 所以我覺得其實蠻適合看一下 這個永田大豆子 而且裡面的演技 其實熊龍子真的很厲害 她一個女性 從以前從Hero看到現在 她那個 鵝蛋臉 都變成 都變成 這個皮蛋 那個臉都送下來 該怎麼說咧 她的臉已經沒有沒有咕嚕咕嚕 已經有點皺 但她演技真的是驚人 她可以 怎麼說 一個人面對三個前夫 有各種不同的反應 然後轉換什麼 我覺得熊龍子的演技是真的還不錯 真的不錯 真的 熊龍子厲害 那三個前夫的話 我自己最喜歡 還是鋼田匠神 另外兩個男生 我都覺得 另外一個老 第二個老公比較 沒那麼紅 那也是知名配角 第一個老公 前陣子很紅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帥度 他之前還有跟 新元節演那個 非獸性男女 我都不懂 日本人很喜歡的男生 跟台灣的 感覺真的不太一樣 像是那個 喜劇開場的主角 來日本也非常受歡迎 那這個 永田大豆子這個 第一個那個男的叫什麼 什麼龍的 也是莫名其妙的很受到歡迎 不過也不關係 還是可以看 他的故事真的很不錯 而且 大豆子是一個很樂觀進取 而且 勇於追行自我的新女性 對 而且他對於感情的四男跟態度 我覺得也是 有時候在看的時候自己回味一些 啊 松田隆平 我真的不知道松田隆平怎麼會這麼 該說 帥嗎 還是說看 就是他有很吸引人的 就是 那種帥感我 我有點gap不到這樣 這是日本人才喜歡 但是我還是覺得 大家如果 年紀大概稍長齁 大概三十多歲 可以看一下 那個永田大豆子 而且他的裡面很多 交代的情感 或是堆疊 或是悲傷 他們有非常刻意的去營造 或是用一種 呃 去去堆出那種 悲傷 他是用一些 很精妙的 橋段 或是 轉換 然後 來讓 我們可能 日常或是人生中很悲哀的事情 但是因為日常要 要發生 或是要做很多固定的事情 而讓這些悲傷的事情 去 隱藏在這個後面 他沒有去 非常去強調這些悲傷的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 的確悲傷這種東西 在我們長大好都是自己一個人在扛 不會 給任何人看到 所有的悲傷難過 通常也就是在生活中的堆疊 或是我們可能在吃一碗麵 或是一個人在家看電視 或是夜深冷靜的時候 會莫名的悲傷 我覺得這部片 有非常讓我感受到 這才是真正的悲傷 不是演出來那邊 哭得稀哗哗啦的 或是 哭天喊地 或是 什麼的 這種亂七八糟的 我覺得 那個又太矯情了 那我還沒看完這個 永田大豆子 我現在看到 快看完大概一半多 我有出現了我最愛的男人 小田切浪 真的超讚的 反正 很值得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可以看看這個永田大豆子 和平時之者 今天有個好消息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迪士尼Plus 到底訂來幹嘛 不會有人跟我說 如果有法蘭西特派週報 我就 那值得一看 那如果 你要論漫威的上棄 跟永恆族哪個爛 我非常建議大家看一下永恆族 其實永恆族蠻好看 今天我今天有點懶 我今天會有安排橋段給你們 所以 沒時間給你們call in 我們今天就 聽我講幹話這樣 然後 虧拉也可以看一看 迪士尼Plus 然後如果真的無聊到死 你也可以看看勝利之路 也是激勵你的過年 好 那這個是有關 電影的部分 然後回去 這幾天 只要沒事我就會一直 努力的開遊戲直播 我想趁遊戲時機 過年期間好好的打電動 爽爽爽 我不是在打電動 就是在騎我的W貝巴 在台北街頭跑來跑去這樣 松田幽佐難怪這麼厲害 原來如此 我真的對松田隆平 人就充滿問號這樣 那如果喜歡那個北武的也可以看看 我之前推那個錢草小子 也是非常值得一看 好那接下來就是比較 大家最喜歡的部分齁 就是他媽是沒有聊政治的一天齁 首先是這個 這次 這前幾天我最近都在 因為有小iPad 我都在看TVVS 我就看到一個新聞齁 小阿就是說 4X貓收到這個民眾黨的禮包 然後 還有收到 他沒有繳黨費 他也不是黨員吧 然後他就一直收到禮包 什麼桌粒 跟過年禮盒 然後他被訪問 然後他就訪問 聽說你收到民眾黨的禮盒 他說對啊 他們給我們小農的花生素 欸花生 好好吃喔 然後你看我拿出來 可是我已經吃完 這邊就有盒子 我都沒有繳黨費還有 然後他說 可是有網友一直罵你說 你這個 你明明就是柯黑 為什麼要一直寄禮物給柯黑 他說啊我就網紅啊 哈哈哈哈 現在就在講說 數位貂蟬快毀滅民眾黨 然後他還說 喔那個大家都要繳一千塊的黨費 才能拿到這個 這個 民眾黨美女著力 我也有一份欸 好可愛喔 我沒有繳黨費這樣 然後民眾黨就說 幹不要再給 不要再給柯黑了 你們一直給柯黑這樣 然後後來去4X貓 不知道怎樣 數位貂蟬快要毀滅民眾 民眾黨議員有9家前科 而且 他民眾黨反應沒有用 就從4X貓那邊爆掉 然後 他們現在就聽說 內亂成一團 就因為 4X貓這個數位貂蟬藏藝人 要 要把那個民眾黨搞垮 不要再浪費錢給4X貓 為什麼我們花錢都沒有 那個 這些低層黨員 他4X貓都沒來 你們不要太在意啦 因為我是網美嘛 哈哈 超好笑 這個超好笑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覺得 4X貓跟民眾黨的恩怨 真的超好笑 新年快樂 謝謝 Morgan Morgan 是Morgan啊 謝謝謝謝 都還沒時間去那邊健身 大家也沒事 也可以找找看 Morgan良景耀 他的那個 大寶劍非常的好用 然後勒 他們是不聊政治的 第二部分就是 這個 兩岸都在等一個人 大家知道我要講誰嗎 大家最喜歡的 這個 這個人的新聞一出來 就有人說 幹這個人真的是 天生的喜劇奇才 他不來寫段子 真是太可惜 所以大家知道 兩岸都在等一個人 在等誰 來 大家趕快猜啊 猜出來就有 這個故事可以聽喔 兩岸都在等一個人是誰 這樣沒有了喔 韓國人 沒錯答案就是韓國人齁 我們這個韓國人 他最近很ㄎㄧㄤ啊 我看到他新聞 我就笑瘋了 他跑去跟 4個國民黨的人一起吃飯 也沒有4個 其實才3個齁 一個是江啟成 邊緣輪 跟不知道再衝阿小的趙少康 趙少康這個人 根本就不是國民黨的人 他為什麼一直要混著國民黨 他明明就新黨啊 奇怪 他們就聚餐很開心 然後咧 他們就合照 一起發 4個人一起發 這奇怪 團結叫你平常不是說要團結 要戰鬥 結果今天就只有韓國瑜 你們才會團結 莫名其妙 然後咧 這個韓先生就去接受訪問說 我絕對不會參選2022齁 看起來也是騙人啊 我才不信 誰會信啊 誰會信韓國瑜說他不選就不選 才到時候被拱上 他說我被拱我也沒辦法 然後最好笑的事情就是這個 他說 欸怎麼不見了 喔 他說他被訪問的時候 我有發齁 他就說這個 我們齁 沒有要拉叫朱立倫齁 我們要像賣螃蟹一樣 不加蓋子 說國民黨呢 有這個你上來我希望你成功 希望你摔跤的文化 強調自己不當螃蟹 到底在說什麼 然後主持人就說 什麼叫做螃蟹呢 他就說年輕的時候在新莊 看到這個賣螃蟹的老闆 從不蓋蓋子 為什麼 因為螃蟹 那個不蓋蓋子 在箱子的時候 只要有螃蟹往上爬 另外一隻螃蟹就把它拉下來 這樣 所以他說國民黨文化就這樣 你上來 我不希望你成功 希望你摔跤 這個黨沒救了 然後那個主持人就說 這意思是說 老闆賣螃蟹的簍子 不加蓋 螃蟹就不會跑掉 但不會 不會跑掉 因為一隻出來就會把它抓下來這樣 那其實 蓋蓋子不就好了嗎 你應該說 我不要當螃蟹 我當個蓋子嘛 這樣螃蟹就不會有人把它拉下來 你不去當螃蟹 所以你是當蟹老闆嗎 還是當賣螃蟹的人呢 還是你就 不要當個塞子 當個蓋子 這個事情就不會發生了嘛 對不對 就大家因為沒有蓋子 螃蟹才會一直去拉螃蟹啊 所以他最後的結局就是說 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們需要把這個檔 要有出息 我們不要當螃蟹 到底在說什麼東西 我講完我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為什麼要當螃蟹 好秀 對 我看完就想說 全部都拿去做螃蟹啊 到底在說什麼 然後我剛才想到 我忘記放標題 就是我們的戰鬥籃子 邊緣輪 他最近還因為要戰鬥 把以前前朝的那個發言人全部找回來 湊齊齊了 好像六個還八個發言人 然後說他們就要戰鬥連線 到底 他們到底一直要戰鬥什麼 他們找羅志祥當發言人就好 羅志祥每天都會挨挨挨挨挨 他們一直在 就是 朱立倫這次回來競選的 口號跟政策 我們要不斷的戰鬥 我們是戰鬥籃 我們要戰鬥連線 我們不能 我們要團結 我們要不斷的戰鬥 什麼叫戰鬥 我的天啊 真的好老派喔 戰鬥到底是什麼啊 跟誰戰鬥 他們也不好好去 那個飛機飛 我那天還看到那個誰啊 那個誰 那個 林玉芳嘛 就是立委管軍轉管國防 他就說 他就記者問他說 這個共機最近飛了 有史以來飛最多 而且飛最大批 你怎麼看 他就說 我呼籲這個兩岸和平 都要過年了 讓大家好好過年 不要再飛了 講什麼東西啊 你可以譴責一下 叫大家說過年喔 不要飛喔 再加好好團圓喔 這到底在說什麼啊 你們到底在跟誰戰鬥 你們只會跟 應該只會跟福石戰鬥吧 現在都在跟福島的食物戰鬥 我真的開到氣死欸 真的氣死欸 好算了 我們繼續往下喔 好這個螃蟹跟冰冷輪的事情在這喔 還有一個最愛一個新的是殺人魔王 就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 這個 在黑特版紅的這個 張、蔣、王、郭、萬、安 這個為什麼他信有這麼多呢 他已經超過三信 因為他就是如果依照什麼命名法則啦 反正最後現在姓蔣啦 那其實原本姓張啦 然後又因為什麼重母姓 還是因為對方不認 不認你這個後代 所以他其實應該是張蔣、王、郭、萬、安、先生喔 他說因為有一套政大的交情 他說請問大家一定都吃過政大的殺人魔王吧 那殺人魔王是一家燒辣店喔 結果後來他閃穩了喔 因為大家收到殺人魔王就想到他阿公喔 他阿公還是殺人魔王 所以他真的是喔 我的天啊 又是一個僑胞 竟然出來選這個市長 然後硬要提殺人魔王 然後尻到自己 喔我的天哪 怎麼會這 你自己去看黑特版 他就說為什麼你要把蔣、萬、安 講那麼多場面 因為他的就是 生情就是有這麼多信這樣啊 喔然後這故事就是說呢 蔣、萬、安、盡、奇、打、出、蔣、家、後、代 讚頌他口中祖父蔣、金國的偉業 還說力推政大的殺人魔王 就想到真祖父蔣、中正 他就說你不認識的殺人魔王 別說你念過政大 結果講萬安自己刪了留言 結果就有人說咧 這個何不知道是誰啊 說來可悲 國民黨全黨上下搶著做蔣家的戲成人 甚至有人因此改姓 結果去一個燒辣店粉專家互動 被嘴到心虛酸留言 萬安不是前陣才告訴大家 經國先生幫我取名問啊 意思是不忘本嗎 但我看你實在忘本了 請問忘安委員 心中殺人魔是誰 為什麼要這麼快刪文呢 喔 天啊 我要瘋掉了 我真的要瘋掉了 我真的要瘋掉了 我快笑死 真的不行 而且最近他們快氣瘋了 就是我們的蔡英文女士 擁抱蔣經國的方針 國民黨氣到跳腳 我真的 唉 真的看了也是難過 你們不知道年前的新聞真的是 多歡樂 除了疫苗以外 我就是看這些草包的新聞 就很好笑 那因為過年 然後我其實有一支片要上給大家看 那因為這個 過年的成效都很差 然後我又止不住我內心的澎湃 所以我決定要給你們舉辦一場前所未有的 就是線上試應會 所以你們等一下 我會播放我的金門旅遊影片給你們看 然後一週後 下下週我會再上線一次 然後我們會邊看邊聊 所以我們可以邊看邊討論劇情 然後介紹這樣子 就給你們看我們的成品 線上即時首播 加主持人導演講解這樣 好那我們就來看片吧 今天有跟到都賺到 反正今天應該人也不多 大家都在過年嘛 欸對今天人真的不多 好耶耶有創意吧耶 金門上 金門上 先告訴你們是金門上集 因為一共剪完一個小時 我最後幫我拆上下 對所以我們現在是上下集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集 這就是彩蛋 然後我們過年一起來看片 然後耶反正我自己的影片 我不會被ban吧 對不對 我不會ban自己吧 我不會被YouTube檢舉吧 那我們今天就線上賞片 今天不摳今天不摳 今天不摳 今天我不想摳印了喔 好 欸老闆今天快樂耶 你去睡啦 我還騎我的800來給你看 哇老闆發紅包喔 好讚喔 好那我們來線上賞片 然後老闆也來了喔 好開始囉 好 聲音會不會太大 好 嗨 嗨 大家好 現在是 今天早上九點 現在在松山機場 我們現在要去金門 很開心 終於要放假 回為兩年沒有搭飛機 覺得過得很快 好 好 好 我怕我開太大聲 我講話你們聽不到嘛 好那我就開大聲一點你們就看吧 有問題我們就咖 齁 這次搭飛機是前年的過年去日本 後來就疫情一直到現在 上次來雙山機場是那個澎湖路跑的時候 然後想不到這次在就地重游 已經是要自己去金門小旅行 好兩年了哇兩年沒搭飛機真的不會怎麼樣 現在在松山機場的觀景台 因為我太早到沒事 我開始在亂逛松山機場 那觀景台做得還不錯 好我們這邊就要 首先播一下就是 可以告訴我松山機場 這個貓咪吐舌頭這件事情 是不是很噁心 他把貓公車做成貓飛機 然後你要從他的嘴巴登樓梯 然後有一隻很猥褻的黑熊 這個壁畫是不是不是很好的 但是剛剛就看到這個松山機場 樓上的觀景台 非常的愜意 然後還有7-11 其實還蠻舒服 如果大家要約會的話 我很推薦大家去松山機場 看一下這個風景跟飛機起降 其實沒什麼人 蠻好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獵奇 這個畫面 我看了這隻壁畫還發了個IG 實在是太獵奇了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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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行啊 好那我們再繼續往下 我還在調聲音跟這個播放的聲音 因為我也是剛setting好了 诶 諾基好像來的公司耶 有點驚訝 是不是諾基來了 有聲音 好繼續 如果大家晚上要約會 後來看飛機的話 這邊那個選擇 它布置的真的還不錯 其實還蠻期待 因為我真的沒去過 我什麼島都去了 就金門還沒去 我剛剛認真真的查了一下 我一直跟大家說 金門比澎湖大 大家都不信 好真的 金門是澎湖的本島的兩倍大好不好 真的很大 畢竟會去金門五天 買了GoPro 自己來拍一拍 所以這次全程都用GoPro拍攝 自己玩自己拍 然後很期待 因為我從小在永和 吃那個金門廣東州 金門廣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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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可以來金門吃 道地的金門廣東州 跟麵線 那還有什麼蚵啊 石蚵啊 牛肉乾啊 都蠻期待的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來 大小便去金門 然後去Chair in 然後就可以開始我的金門遊 好跟你講喔 金門的面積真的很大 大家不要再以為金門小不漏洞 很大 所以這次是全程用GoPro拍 跟收音自己拍 所以影片就是GoPro好不好用 你們就看這一集就知道 再一個小時就到了 廈門跟福建 跟台灣看起來沒兩樣 除了香港 我第一次最接近中國的時候 哦 比東影還近耶 整個金門都是沙灘 真的是一個很適合登陸的地方 然後還看到傳說中的金門大橋 金門的地形真的是沒什麼樹 土很紅很黃 很多沙灘 難怪古寧頭會登陸 真的是沙很多 高空看那個老的 閩南的房子都蠻漂亮 蠻美的 海也沒有藍藍的 一種黃色濾鏡的感覺 這樣 現在在等行李 這次是從松山切 整個桃園 財中 從南投那邊飛出 彰化飛出海 所以我算是沒看過地形 今天真的很熱 飛機上快熱死了 空姐都很辛苦 要穿防護衣 等一下就先去飯店 然後拍一拍 然後再來看要做什麼 我現在出站了 我租了摩托車 現在在機場外面 意外的涼爽 我以為很熱 結果其實還蠻涼的 他給我一個很奇怪的指示 要我什麼穿越十六號柱 什麼斜坡上 就會看到什麼租車鐵棚 啊啊 心裡好重啊 我到時候來查一下 海濱周乳 什麼意思 這個海濱周乳的意思 就是這邊的人很會考試 很多近視 就像那個魯國人一樣 很多學 就是很有學問的海 海島的 意思就是海濱周乳 然後這個金門大橋 就是他們大金門 跟小金門 蓋了一個橋 然後飛機那天很熱 然後飛的路線蠻有趣 它從台北 從穿越台中 到彰化出海 所以我竟然有看到日月潭 我第一次坐飛機 看到日月潭 它跟以往國進航線的 路線不太一樣 所以看到的時候還蠻急 我想說台灣有這麼大的湖嗎 欸不對 是日月潭 然後我就看到 我最喜歡的那個 中部線道139 還143的 的那個小山球 八卦山脈 還蠻好玩的 可以試試看 很有趣 繼續 這件其實在那邊穿還蠻剛好 好下面就是金門航空站 然後還有很多風獅爺 耶 我找到一隻風獅爺 有人叫我來金門找風獅爺 跟澎湖啊 東銀啊 蘭嶼啊 差蠻多的 那個戰地風情淡了一點這樣 在外車 天很高 因為沒有雨 很清澈 然後現在要來我的豬車站 蠻方便啊 機場在那邊就有摩托車的 我今天住金金禮玉 它是五星大飯店 因為太湖那個我住不起 但是這間看起來不錯 我就住 然後現在住八樓 然後櫃台小姐很熱情 剛剛有一件事超好笑的 就是他叫我要噴酒精 結果你知道金門的酒精 噴下去是高粱味 我說這是怎樣 高粱酒精嗎 他說對 這都是金門酒廠做 酒味超重 都該笑的 不過現在有一個好狀況 如果你來金門 拿金門的機票可以換 金門酒廠做的酒精液 跟三百塊旅遊折價 覺得很爽耶 其實還不錯 我們現在來開箱我的飯店 這一區有點像是蟲化區 它外面外觀看起來就像 新蓋的大廈 但是裡面是飯店 它東西還蠻齊全的 有餐廳 自助餐也有套餐 8816 看一下電廳 哇好大 喔還有紫荷 五小荷 喔還不錯耶 還有小客廳耶 真的是小公寓 小公寓 小公寓改造 浴室有乾絲 有冰箱 怎麼那麼可愛 可以在這邊 打電動開直播這樣 然後就是窗外 哇 金門那八樓真的很高 哇很壯觀耶 對這邊就有點像蟲化區 好這個金金李玉 名字非常的不雅 但是還不錯住 阿太湖在附近 就是深橫蒼蓋的大飯店 真的蠻貴的 我沒住不起 好我就住這個公寓代管 酒店代管還不錯 好對面 你們看這個山 就是金門最高山 叫大五山 那個下面都是基地 那個是金門重要的山 然後這就是我看過去的景 所以其實我離熱鬧的京城 就是他們不叫京門市 他們的京城其實蠻遠的 大概要騎快20分鐘這樣 那這就是飯店的開箱 那個酒精跟300塊 要跟你們講已經沒了 去年年底就沒了 所以你們下次去也沒有300塊跟高粱酒精液 但是我有帶一罐酒精液回來給大黑 這個是高粱味 還有全臉 啊 它蠻方便的啊 嗚嗚嗚 每一件都是這樣 很酷 終於可以休息一下 這邊沒什麼睡 那開箱完了也確定完了是第一天 然後弄一弄充充電吧 這邊有一些電器把它setting一下 試個東西先去熟悉一下環境 其實金門真的蠻大齁 金門有澎湖兩倍大齁 兩倍大概140多乳公里 然後剛剛降落的時候第一次親眼看到中國 西台灣的土地真是莫名的奇妙的感覺 這邊的氣候感覺就是跟我們台灣的那種海島氣候比較不同 比較像大陸型氣候 就天很高 還有黃黃濾鏡 然後風很涼 但是太陽又很大 秋色感還蠻重的 蠻好騎車的 然後大家都很慢 路邊很多什麼吃的 好像還蠻有趣 蠻值得一逛的 我一定要去帶一個金門高粱酒精回去給公司的人用 一聞就醉了你知道嗎 讚 那我們今天開放街先到這 等一下我們就去市區玩 終於現在在金門的老街齁 好京城 瞬間吃完飯逛了老街 沒有帶GoPro 什麼都做了 結果全部都要重來 今天起來後風很大 從飯店騎過來大概騎了快十幾分鐘吧 老街還蠻好逛的 其實蠻漂亮的 進行的是金門的夜間導覽 然後七點半開始帶你逛老街 超神奇的 這邊老街可能比台南還要老 人還蠻多的 因為晚上也沒什麼事可以做吧 這邊店大概六點左右就關了 等一下也要看他怎麼關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大概 拍一下老街的逛的紀錄 現在就去老街導覽總督府 前面總督府 以前金門最高的行政機關 這個總督府集合 你要換金門券 金門高粱酒精液也在這邊 然後登記證就可以換 可以換三百塊還蠻爽的 哇好多人喔 你有登記人嗎 要登記喔 要登記喔 不登記不能跟韓 不登記不能跟韓 扯音好像 好遇到的觀眾 這是總兵裡面的遊戲公司 逛完總兵府 現在要來逛老街 媽咪 好蠻多人的 欸其實這個是兩 有分兩團齁 那個時間 晚上七點八點 兩團 所以大概六十人吧 我那時候去還是平日齁 所以其實人蠻多的 沒有沒有約 老闆沒得約啊 沒得約 對不對 這邊一定要說 各位男生一定要多去旅遊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年輕女性非常多 都是結伴旅遊 男生很少 所以你們這些年輕男生 要真的多旅遊 就可以認識女生 剛剛第一開始有個畫面 撇過去是個老藥行 我沒有特別拍 他可以體驗如何 大概兩三百 一兩百年的那個老藥房的關門 他會拿一塊一塊門板吧 關電不是拉鐵捲門 然後你可以體驗跟他一起搬木板 把門關起來 我沒有拍就是了 因為大家都有去體驗 我就懶得拍 後面的老藥房 後面的爸很有名 等一下要來喝酒 京門可以喝調酒的地方 快點齁 然後 酒友們喝掛 在最後的 last order這樣 然後等一下要回家 還蠻chill的齁 在那邊認識朋友 跟大家一起喝酒 京門的生活 就是喝酒啦 還蠻舒服的 今天 小嫩這樣子 然後明天 約了路人們一起去吃盒菜 吃一點在地的 像嗆蟹什麼 還殺蟲 不然就是一個人沒辦法吃 就遇到朋友真好 這就是旅行的真諦 然後那今天就錄到這 那今天是第二天 早上頭有點痛 然後現在太陽又很大 然後走路去 飯店旁邊的早餐店 昨天有試吃過 非常好吃的 牛肉餡餅 好吃到令人生氣 瘋來了瘋來了 很近欸 離我的飯店 78公尺 叫金許園 吃了以後大家都說這家很有名的欸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吃 金許園 開始今天的早上 然後早上起來的時候 被飯店Morning Call 被空去吃早餐Buffet 因為都沒有人 就東西還蠻多的 裡面最好吃應該是 金門地瓜吧 甜到爆炸 然後也有麵線什麼的 金門人其實都蠻熱情 然後昨天交了很多朋友 然後也有朋友跑來吃 早餐也順便跟他們會合 好 先這樣掰掰 欸 金門你只有喝酒啊 在幹嘛 有機能車 但是很貴 金門人都叫我不要搭機能車 金門 金門機能車都亂喊價 金門沒有麥當勞 但是有漢堡王吧 這邊分量都有點太大了 現在在金許園吃早餐 昨天其實都吃過 但昨天沒拍我今天要補 昨天吃牛肉餡餅跟蛋餅跟小米粥 然後實際的狀況你們就看 臉書我有PO 圖文 很濃稠的小米粥 我今天還有帶朋友來吃 你覺得好喝嗎 顆粒感很難 對啊 是不是跟本島的顆粒感不太一樣 對 不知道是他們自己種的 因為台灣喝到的小米粥都 勾勾 然後這邊有小米味 有個白白的 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很好喝就吃了 再來吃 我今天吃牛肉餡 這餅超大 然後他牛肉餡餅是很多洋蔥跟牛肉調味的 咬下去一直噴汁一直噴汁一直噴汁 我們來看豬肉是怎麼樣 喔也是很多洋蔥 嗯好燙喔 一樣很多汁 然後餅皮炒得很酥脆 剛好不會太厚不會太薄 基本人之東西沒太客氣了 都怕我們吃不飽一樣 這是觀眾推薦的牛肉大餅 煎了很漂亮的蔥餅加上包肉這樣 然後他們很棒喔 他們沒有包黃瓜 黃瓜是鞋門外道 很香脆的餅皮 然後大蒜 跟那個牛肉片 很紮實 然後我等一下這一餐吃完後 中午要吃的 合菜喔 聽說要吃沙蟲 我不知道我吃不吃了蝦肉 今天可能會去找 水踏或厚魚吧 金許元 有三家 我吃的是我飯店後面這一家 在山厚 還有厚山這邊 好就先這樣 掰掰 陳錦蘭洋樓 好漂亮喔 之前是什麼 官兵休閒中心 下面是廖鐵友福 看廖羅灣 看海耶 算早餐就來第一站齁 陳錦蘭洋樓 然後左邊就是廖羅灣 可以看到一些標寶 然後兩三層 整個洋樓 很美 所以這主人也是去東南亞打拼的這樣 好 來洋樓裡面 這不是沙蟲魚肉嗎 你在講什麼 哇 這田那個湯 洋樓很大 所以他都有 他都有做很多天井 這邊有咖啡廳也可以看看 真的好像在冰塵喔 很美耶 然後現在在軍中樂園 特約茶室展覽館 服務3G 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工作 欸不得不說喔 這個票價喔 雖然 士官兵跟軍官票價不同 但是進去是同一個小姐喔 而且他那時候 他沒有介紹非常多特約茶室 還有機動特約茶室喔 裡面大概就是一些空警 但是他 介紹的還蠻仔細 就是什麼等級啊 然後什麼先去哪先去哪 小姐的挑選啊 然後什麼 高級版啊 一般版什麼都有 其實還蠻多的 這邊其實記錄蠻多東西的 現在以前金門有這麼多茶室 不知道這個茶室 跟吃魚喝茶的茶是不是有關 等待中這個 這邊很多茶室的介紹 還有大阪島 大阪爺 這個是最高級的 總營業兒居冠 還有這個機動場 還有小金門 特約茶室這邊不大 但是見證一段歷史啦 還有整修過不是最原本的樣子 東營其實也有那時候 可是去的時候已經廢掉了 所以也沒有看過那個怎麼樣 然後去吃飯 好我們現在帶什麼 杏原海產是不是 說是本地人的名店 好然後這邊說是來吃在地的海鮮菜 有什麼 高粱嗆蟹 對 然後還有沙蟲 煎美喔 煎美有沙蟲 想吃沙蟲煎美吃到可惜啊 然後還有鱸魚 然後我還湊到一堆當地觀眾 一桌吃河菜 你看這邊很多人 然後這都是 這個翹客 我不會說是哪個高中的 你也抓不到他 當地人跟觀眾 對 你看出來就是旅遊的意義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吃金門合菜 高粱嗆蟹 對 花蟹還是時尋啊 好像是花蟹 我在台北要吃嗆蟹都沒吃到 它是生的 生的啊 生的 你以為那個肉是暖的 結果是Q的耶 它滷到變Q 像果凍 唉唷 挺好吃的 我快靠到十個人了 沒有噁心觀眾 我跟了一群金門人 結果只有一個人來吃過的樣子 其他人都沒吃過 老闆的手打麵 他蠻好吃的耶 喔 有點辣 好 沙蟲是金門迷產 沒有吃到好可惜 有機會會再來 小老闆沙蟲幾月吃 沙蟲要有人去抓耶 喔 所以你不想抓 很懶 看很懶 我如果抓我就財務自由了 真的假的 為什麼 那很貴啊 喔 是喔 又沒什麼人在抓 工具麻煩沒有人 新年返鄉計畫 去抓沙蟲 新的創業模式 對 抓沙蟲 人家抓沙蟲很賺耶 所以大家可以沒事來抓沙蟲 很爽 在地的 你看長生在 聽說這個 沙蟲吃起來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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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蟲 沙蟲不是釣魚 那個是蛆 沙蟲好像就是在沙子裡面 要挖 這樣 蠻噁的 看起來有點像 沙丘這樣 然後這個 杏仁海產的老闆意外 小老闆竟然是觀眾 就是 金門蠻多觀眾 為什麼 我覺得可能金門人太無聊 都要看網路影片 金門觀眾真的超多 然後 這家店是他們租的 不是他們自己家 但是就是在老宅裡 還蠻漂亮的 在明災裡 很屌喔 有機會一定要吃 海鮮都很輕 很在地 可是很難找喔 那個Google會騙你 要小心啦 我已經迷路五分鐘了 等一下認識一群夥伴來吃和餐 旅行真的很棒 等一下要去 喊話牆還什麼的 沒去過 繼續看看 然後現在是 古寧頭的北方 叫北山 這邊是戰場 後面這個是 波音牆 以前的新戰喊話牆 這邊真的有一種 樹沙感 然後這邊沙灘往左 就是到時候打仗的 古寧頭 然後現在前面那邊是廈門 這邊是大登島 跟小登島 其實真的超近耶 第一次來這種 戰地前線 真的蠻酷的 對啊這邊沒什麼人 但是風景還不錯 等一下去古寧頭看一下 這個波音牆真的是蠻酷的 不知道後面有什麼 讓我去看看 後面長這樣 可以爬上去 還有播放時間耶 現在幾點 兩點 沒放啊騙人 不是兩點要兩點半 沒有放耶 被騙了 大家去看 這邊沒什麼路到 基本上就是 時間會放 就鄧麗君會說 親愛的 對岸同胞你們好 這邊是自由民主的台灣 然後就會 相信聽聽我的歌聲 讓我們一起來什麼 美好的未來什麼的 然後他就會 開始唱那個 何日君再來啊 或是什麼甜蜜蜜這樣 然後唱完以後 又會繼續再講話 然後再唱歌這樣 然後有觀眾 廈門的觀眾說 有啦有啦 從小聽到大啦 都聽得到啦 所以聽得到 所以是有在播的 就這邊很多聲音 都是鄧麗君錄的 看一下北山斷崖 自拍棒斷了 然後 金門到時候買不到自拍棒 超難過的 哇很壯觀耶 這斷崖 哇 好 好 耶 後魚養殖場 好多喔 超級多耶 這邊很多後魚的梗 我很愛 像這個 守候幸福 一夫一妻制 每天 小後魚就是公的 會黏在母後魚的屁股上 這樣 金門水坦試驗所 喔天哪 這不行耶 後千牛排 守候一生 我跟海說後 後來我們都學會了如何去愛 後隆隆隆隆隆 衝衝衝衝 這是在幹嘛 超跑情人夢吧 好 現在進後生態館 就是活化石 聽說他的血 可以抗癌 就是金門人跟他們很熟這樣 這個是不是異形的原形 我昨天做功課說 金門人吃完以後 後殼會拿來當水瓢 尾巴會拿來抓背 還會彩繪在上面畫老虎 避邪怪門上 這邊有一隻後魚在翻跟斗 我快瘋了 大哥你在幹嘛 大哥你為什麼要翻跟斗 這對夫妻好像有點吵架 我一直在撞 最近台灣因為 寶玉活化石就不能吃 但看到網誌介紹 廈門那邊還有在吃 這個後魚養殖場 為什麼那麼多後魚 基本上就是 漁民捕到 就會送來給他們 所以他們整個池都是後魚 然後 冬天看不到 所以他們會躲在沙裡 夏天聽說有機會一些 比較冷門的海邊 你會看到他在岸上爬 這是活化石 然後他的血 聽說可以抗癌 然後以前金門人是會吃 因為他吃起來就是沒什麼肉 一點點一點點這樣 然後後魚他這邊有介紹 就是他除了跟民俗相關以外 他以前也是算是物產 會進口一些後魚的素材 比如說像魔物獵人一樣 把他們身上的這些尾巴殼 進口到福建 這邊都有記載 那後魚就是 看起來算是一夫一妻制 但是好像實際上也不是這樣 我記得好像其實不是 大家想像中的一夫一妻 好像其實還是會 會有多批群交的可能這樣 那很無妙的是公後魚跟母後魚怎麼分 就是公後魚的門前面那個殼會有一個凹槽 那個凹槽正好可以貼在母後魚的屁股上 所以你看他的殼前面不完整 不是圓虎的就是公的 那圓虎的就是母的 而且公後魚會比較小隻 那基本上在屁股後面都是公的這樣 後遊魚 怎麼怎麼後魚都是那個不好的詞 九高的意思是抓後魚欸 不是指猴子 是抓後是成雙成對 這個還沒有去 這是特層店 這有沙蟲 我沒吃到的 這邊 來來來看沙蟲齁 來來看沙蟲齁 右上齁 殺蟲他沒 我不敢吃啊 這個我真的不敢吃啊 很多後魚娃娃 然後這邊說會一次賣一對 好逛完後魚展可以來看一下 現在在宅山坑道 然後旁邊有很多的運兵船跟防空炮 這站人超多的 好現在要進坑道囉 勿忘再舉 喔好久沒看到精神達樹 喔 水魚進來就是特產品店 這邊的原池 好像跟馬祖的又不太一樣 就是花鋼園 不得了欸 都會硬欸 這坑道裡面蠻溫暖的 喔 會下去了 會下去了 然後他們之前823後 有藏一些機動快艇 做一些突擊工作 所以就把船 因為怕轟炸 就藏在那個 坑道裡面 然後這個坑道的用途就是 823後面那個時候藏船用 然後它不是油 是鯊魚機的 所以這邊的地就高了 然後它這邊可以直接出海 鯊魚機了就不能用 然後逛完宅商隧道 等一下晚上再去逛坑道 還值得可以來看一下欸 還蠻有趣的 裡面拍照很好看 這是射擊打靶 或是在打炮這樣 因為那個觀眾要回家了 明天要再找新的觀眾 其實我在路要去哪裡玩的 有在到處跟人家走 至於不排行程都黏著人家 好我現在在這個 厚浦什麼文化青年發展會什麼的樓上 他們人和熱情見我辦公室 辦公充電 我剛才買飯給我吃 這邊的觀眾都很熱情 好這邊先講一下好玩的 就是這個 我剛剛去拿機票 不知道多久可以拿300塊的金門旅遊卷 可以換可以買商品 只要拿機票就可以換這樣 然後再帶證件 結果300塊拿去買防寒手套 因為騎車真的太能 也可以用 這個 居然是真的等值於300 什麼都可以用 然後還送一瓶這個 昨天一直吐槽的 就是這邊的酒精 又是金門酒廠做的 是消毒液 但打開是高粱味 超兇 而且它裝成高粱的樣子 很酷 還蠻可愛的 來就送這兩個 然後今天他們說是 老店叫楊佳 改名成潮店叫宇川石團 高粱肉造飯 跟一條根雞湯 再一條根賣完 所以就是香菇雞湯 今天看起來量沒有那麼多了 不然我覺得金門人會不會太好 那個量都非常大 我先來試吃 高粱肉造飯 嗯 嗯 蠻入味的 那肉造偏甜 然後 酒香 蠻帥嘴的 但一想好像 這兩天在金門吃的都是 麵食類居多 飯類比較少 嗯 好喝味 很純粹的雞湯味 蠻棒的 雞一拿就肉就碎了耶 熬了很久 這樣吃完後 等九點 我要去民房隧道的夜間導覽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 晚上不知道幹嘛 就要 有這些在地的人 來告訴金門的特色跟風光 然後讓外地人陪認識幾個 我覺得是一個蠻不錯的活動 麵食類是很少這種夜間導覽 而且都是免費的 好 剛剛從休息的那個青年發展中心睡醒了 那我現在準備要去逛坑道 好這邊介紹一下 這邊是他們這邊的小文創園區 還有特色 還有南洋風 好 它這個所在地其實是 陳氏宗祠 是當地的大姓 金門有很多這種的立委啊 縣長啊 都姓陳 包括現在那個玉貞姐 也是那個陳的大姓 排訪後來他昨天講解說 這個是楊樂多公司董事長捐贈的 也是姓陳 好趁那個礦坑前 剛離開那個 陳氏宗祠 現在來又回到總賓府 我今天沒有導覽 其實我發現這次有一件事情 就是金門的歷史 其實從唐朝就開始 因為他司中心有一個觀音廟 就是說從唐朝開始 到現在一千多年的廟 其實很厲害 應該是目前台灣遇過最老 像我今天在路上有看到宋代的幕 這個蠻酷的 跟本島跟這種 都沒有那麼久的歷史 好現在跟著一群金門號召來的 志士們來夜教坑道 打開手電筒 好 哦 支線耶 震光體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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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要準備了一些吃的東西 對乾糧齁 結束了 我用扶手挖的 厲害 剛剛逛完 墾道 墾道其實走蠻快的 大概二三十 二十多分鐘就走完了 大家多響應一些政府的免費活動 一些導覽 其實對於觀光的提升啊 跟大家的興趣也是蠻好的 好現在被當地人抓來Live House喝酒 剛剛跟老闆玩美式足球 有興趣可以來跟他比 贏他可以拿調酒 我每天都在進門喝酒 耶 哈哈哈 耶 幹嘛啦 幹嘛啦 太開心了 大家記得來去門玩 嗨 嗨 謝謝 謝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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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合計百年油條 買到了 現在要去吃廣東粥 讚 招了好久 在地人推薦的 廣東粥聽說非常特別 而且是很多人排的名店 但是不好定 因為老闆很有個性 但是他們有些幫我打個招呼 所以我現在來拿粥 看看有沒有機會吃到這個謎記 廣東粥 好 剛買了這個 合計油條 然後也去收集買了廣東粥 我跟你講我剛剛稍微吃了一下 真的是 天啊 太人間美味了 英文的油條跟台灣不太一樣 它裡面是 是滿的 但是它可以吸收湯汁 所以它拿來沾廣東粥 沾完以後 真的非常的入味 然後 嗯 太爽了 有點 像泰國麵包去沾濃郁湯一樣 肉丸子有醃過 非常好吃 然後炸魚 然後這是一個巨大新鮮豬感 它的肉丸吃起來更像 我們在吃 紅燒獅子頭的 那個獅子頭的 口感 魚條 嗯 它非常的有咬勁 而且真的會塞一點牙縫 但是 很OK 然後最後是這個 蛛 豬肝菲 非常新鮮 我不吃豬肝 但這個非常脆 這個愛吃豬肝的 一定好吃 真的很痛手 羊宅老街 羊宅老街 就是這個 軍中樂園的拍攝地點 很漂亮 在地人狂推我了 我們就來逛逛羊宅老街 天氣真的很舒服 其實在金門騎車 還有一種 真的不在台灣感覺 這邊的地都黃土黃土的這樣 然後太武山 剛剛就在我旁邊 是花岡岩山 那我也餓了 所以看起來 真的不太像台灣 蔣總統萬歲 哭屁 殺人魔王 現在金門昨天聊說 當兵的人數大概 剩不到一萬人 跟全盛時期大概 十幾二十萬人比差很多 所以 很多這種 軍中的行業也蕭條了 金東電影店 其實在金門除了大景點以外 我發現 他每一個鄉鎮的房子 民房都很美很漂亮 卓家中醫老鋪 看起來就很厲害 我們來逛逛看 他真的很美耶 嚇死我了 他大堂就放一個他們祖先在那邊 嚇死誰啊 有的醫院會開喔 他只是看診時間 休整 但是他三點會開門 我就走了 來不及進去看內部 來到這個金沙商圈 金沙老街喔 金沙戲院 有沒有 超大間 比剛剛那個 京東大很多 我來逛逛床邊 冰果室跟冰場 其實昨天的當地人跟我聊 以前 大概 南後沙美這邊的 冰哥人士 那邊 隨便一個店 都有他的 股民跟 招牌 因為旅遊 騎車或開車都不錯 但是 他們這種金門花磚都是南洋來的 所以沒了就沒了 就是一塊就只有一塊 很難修啊 我找到一個蠻美的老街區 民室燒餅就在這 大家叫我一定要買 不知道買到買到燒餅 大家都叫我一定要來吃 真的這麼好吃 老闆你好 請問有燒餅嗎 這是爆牌對名店喔 如果要帶回台灣可能嗎 可是因為鹹的離開冷藏 上飛機那樣耶 對一樣 當天沒有吃完 現在一定要冰就對了 好 我可以先買一甜一鹹 吃一下看要帶多少嗎 謝謝老闆 不好意思 我的運氣非常好 一來沙美 就買到傳說中的排隊名店 香豬爐熱呼呼 我不知道嘴巴會黏芝麻 我快瘋了 我自己沒有看到 好丟臉喔 然後再來是甜的 甜的是糖的餅 那個餅比較豬很脆 然後下面有一層糖蜜 不知道是糖蜜還是冬瓜蜜 很好吃 在下面喔 喔這市場還有在營業嗎 有 只是比較少 我覺得也不小 我問阿姨哪裡有餛飩 她就帶我開始逛老街找餛飩 沒吃到餛飩 可惜 上面也有家 什麼東西 餛飩 麵餡啊 什麼餛飩啊 麵啊 喔好啊 那我等一下走過去 好新的燒餅店對面的大姐 帶我到處找餛飩 然後已經時間有點晚 我要瘋了 這芝麻 我就瘋了 然後不然就餛飩味道不夠 所以就加料了 那加了什麼料 有蛤蟆 魚丸 喔這個蛤蟆吃得好 吃得很好吃 這邊餛飩好吃耶 這邊餛飩不是台灣那種薄皮的 吃起來很有咬勁 有點快像水餃一樣 肉少少啊 吃起來很多汁 好吃耶 這餛飩 嗯 會吃上癮那種口感 啊 這下午啊一碗 這芝麻到底要多黏啊 對面的餛飩 也好吃 吃飽了來尋找 沙梅老街 請問沙梅老街是往這嗎 這一整條都是嗎 喔這一整條都是 喔謝謝你 然後我們就來到沙梅老街 這是真的老街 喔喔喔喔喔喔喔真的耶 酷屁 紅袋一群被駕給我拍了十幾分鐘齁 喔那個 卡那個 摩洛哥的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炮擊的關係 這些建物都倒塌 但是都可以看出 以前還蠻密集的 建物真的都蠻好看的 植物雜草不多 是有修整 還是長不出來 不太確定 啊舒服喔 這邊都有寫派言耶 就是一些祖籍來的地方 不知道是誰的宗池 超大 這邊還有水塔 一個村口會有水塔可以取水 然後去海邊看看 這就是大午山 金門最高的山 在湖邊看大午山 很漂亮齁 這個環境氛圍 真的很不像台灣 來金門海邊走走 好漂亮喔 那金門的海基本上都還算軍事用地 所以不太能開發 好重觀喔 這哪我也不知道啊 九女山附近的海灘喔 這邊應該是磕棚吧 這邊的海味 真的很淡耶 神奇喔 然後這邊路是 一直往海裡撲爆撲去拿 這樣 有水池 不知道是不是來洗那個 然後上來的蚵仔在裡面 把那個泥洗掉這樣 有可能 我猜應該也是這樣 啊 這邊很舒服 我後面正好是一條路 然後左右是海邊跟炮肩帶 走在中間這邊應該也會變網美景點 而且腳不會死 是一條可以騎車的路 所以大家下次來這邊拍照 但我還是不知道這邊是哪裡 這到底是哪裡 好現在四點 我們到了這個馬山觀廁所 這邊是離 中國非常非常非常近的一個觀廁所 我旁邊還有阿兵哥在當兵喔 還沒有對外開放 很重要的一個點 現在要進來 馬山觀廁所 還有當兵的氣息 很酷 這樣好多均勻的點 開放以前都是非常重要的軍事要地 你看這個基本上就是豪溝啊 喔有隧道耶 瓦解匪軍士氣 紅陽大汗天生 馬山波音站 酷酷酷酷酷酷 又是一個韓話站 紅樓門 靠北微嚇到 控軍士善原地兄們 哇錄音室耶 還有錫音牆 哇好多 很屌的那個耶 卡帶耶 這已經廢戰了 那個時候的廁所 剛剛旁邊有一個天下第一哨 我不知道有沒有根據 那個哨應該是 真的是進到 可以直接開箱跟對面對話 天下第一哨 天下第一哨 一人就很想出去 哇這麼長 哇靠 好像那時候在東引當兵的感覺是這樣 我不知道芝麻什麼時候離開我了 兩面都是那個槍脫孔 這個是關在房間以後 它從那個窗戶左右也可以進行設置 哇那麼長 好剛剛我眼睛看了一下 我真的非常清楚 對面基本上連那個橋樑跟建屋都看得到 滿酷的 真的是一種 互相監控頭盔的一個地方 好 根據大姐的說法 這邊有天下第一哨 它不是對面那個島上的哨 是等一下前面左轉的哨 那個上面看起來也有哨站 所以以前當兵的感覺真的 應該也是滿淒涼 真的走到貓 想要放棄這個 沙子不是很好走 應該是那邊啦 天下第一哨這樣 可是這個是天下第一哨 不可能吧 那個應該是天下第一哨 結果剛沒走到 哼 在裡面的樣子 喔那個船是用拉的耶 這個是電洞卷 這個線 一路到那個海裡 對面那艘小舟 它就會拉洞 這樣來回 這是電 通往對面的哨口 還是小部隊這樣 這應該是一個臨時小堤房 中國福建 全部都是 哇 金門真的是就正好在裡面 好現在來到這個山後民俗村 山後是之前阿兵哥最多的一個地方之一 聽說還有什麼封信紙啊 一些阿兵哥可以摸摸的地方 現在都美了 因為兵都側光 然後這邊也有泡陣地 從馬山過來大概不到十分鐘 然後這邊有十八個古屋 哇還蠻漂亮的 這個房子很美耶 它是一個園區裡面 然後有這些老宅 現在那個攀販是搭得有點重 但是房子是不錯的 十八棟這樣耶 山後中堡 還有一個中間的大路 哇 很適合拍電影耶 主要的 最主要的那個大房 就有這個 風水的這邊 不知道是中池還是主屋這樣 左右上面這個小樓是什麼 在剛施選的時候 就給老師去 哦 好可愛 像東鄉房跟西鄉房這樣 在大樓上面都還是會掛香爐跟燈 剛剛在那個沙門那邊有看到 然後到這邊走完了還不錯 我覺得拍照很不錯很美 這邊還有個民宿剛有經過 如果想要體驗也可以 那邊有個民宿可以找一下這樣 回訪第一天發文的那個十顆麵線 常常很冷就想著要吃這一間 因為上次沒有拍只有拍照片 所以特別又回來吃一次 然後首先是他的小菜 這個綜合拼盤 小份的綜合拼盤50 還有炸肉卷、炸豆腐、乳蛋 魚卷、豆卷這樣子 這個應該是魚卷 它都是小鯊魚自己做的 特製高粱醬超好吃 有很濃的蒜味 還有辣味跟甜味 代表他們自己的生辣椒 超完美 就是炸肉卷 很好吃 小味香就在牌坊旁邊 我覺得蠻好吃 真的已經蠻好吃 冰的麵線真的很棒 滑順 而且酒煮不爛 小味香 白天早上他會賣 早上限定的豬腸麵線 我還期不來吃到過 他自己想來試吃菜 乾 好就是剛剛想去看夜景 然後在 原來去古寧頭看什麼 燈光裝置藝術 結果沒東西看 看鬼啦 晚上古寧頭超可怕的 夜景 然後就看到這個碉堡很亮 我想說 欸很亮 可以看夜景吧 結果發現它現在是一間咖啡廳 有夠屌 我們去看看這個咖啡廳 是不是可以喝咖啡 又可以看夜景 這是一個真的碉堡 還蠻酷的 來看看 哇靠 這個太吵了 下面真的是沙坑 是真的碉堡 哇那防暴門 很酷 哇 碉堡 咖啡廳 還有放音樂 魚袍 機槍堡 這個很像玩那個 古巴戰鬼的那個碉堡 老闆很酷 我點了一杯咖啡 還說蛋塔剛烤好 還有賣茶藝的蛋 然後我就來坐這邊 機槍頂 然後這邊還有月亮燈 還蠻chill的 很有趣的一個咖啡廳 然後對面那個小光就是 廈門吧 然後左邊海對面應該是小金門 明天要去小金門看看 就來這邊喝咖啡 Yeah 明天等下喝完咖啡 去跟小朋友們找個爸玩 就回去 掰掰 蛋塔 跟樂美寺 然後對面是廈門夜景 左邊小金門的橋蓋好 明天後面會更漂亮 所以來金門 晚上不知道去哪 看夜景 可以來這個碉堡咖啡看看 Yeah 手印撥完了 Yeah 好強喔 還有下集 天啊到底拍多少 好 你們手印結束了 恭喜你們 Yeah 下下週才會上線 Yeah 喔對喔 蔡哥還沒出澎湖行 Yeah 玩不玩啊 好累喔 嗯 好想再去喔 金門不錯啦 沒了啦 沒了啦 拍完了 沒了啦 我播好久喔 天啊 現在三十幾個小時 下下週啊 下週 下週上片很差啊 過年沒有人要看片啊 Yeah 爽看齁 然後下集 下集還沒出 上集播完播下集 然後年後 還要跟大黑去拍一個重車旅行 齁所以還是有騙喔 騙還是很多齁 最近也在 紀錄一下過年這幾天 我在幹啥這樣子 每天都去爸給人家載回去啊 我都給人家載 金門人都送我回去 沒有想像中查欸 蘆蕙還會講話 也沒有很長啦 三十多分鐘而已 有夠長 好差不多今天的直播就過年前跟大家一起看片聊聊 快快樂樂的 那就是疫情啦 如果有回鄉的自己多注意一下 天氣今天非常冷 就12度 那回鄉的也不要亂跑 要記得戴口罩 不要那個過完年後大家熱急聲悲就是了啦 檀山山村目前是不拍 因為疫情太麻煩了齁 真的現在也不知道 未知 就是我們拍了也不敢放齁 去拍也怕 所以我們會改拍別的出遊影片就是了 喝完騎車 沒有喝完沒有騎車回民宿 喝完都給大家載 不然就真的叫計程車啊 回到靠杯啊 就真這樣啊 怎麼可以喝酒回其宿 不行 不行 不可以 那個金門人都會有司機來接我 人超好 呵呵 超讚 好啦 那就這樣勒 好 大家做好防疫喔 自己新年快樂喔 小心身體安全齁 好 那金門人 有沒有金門人 這邊應該沒有金 看起來好像沒有金門人 對啊 想吊我 哼 怎麼可能 不行 我可是很乖的 而且我 逛完隧道 坑道還有觀眾開車帶我回家 他說 啊 他媽是 來我開車帶你回去 不用自己走 這樣 嘿嘿嘿 好 那就這樣啦 我們就 過幾天見 明後天開始就 上面不要看的線上直播 大家可以等線上直播 在線上一起聊 然後出山 會有小車聚 不管有沒有下雨我都會去啦 你們也不用太期待 有來就來 沒來也沒關係 就是來 看看車 大家聊聊天 這樣兩三天而已 好 拜拜 我有自己騎車啦 就是那個 自己去玩的時候 晚上車就丟回飯店搭車了 我可以多久沒去過